中国的政治经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傅察 这里是傅察跟大家一起讨论历史 讨论重新思考东亚和中国的历史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王安市变法 王安市变法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人的眼中 普遍是一种比较正面的一个形象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北宋国的时期 我们会看到当时的司马光 当时的欧阳修 当时的苏氏 苏彻 这些人却非常几乎一面倒地否定王安市的变法 所以到底真相如何呢 那我们回到真实的北宋 我们会发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在经济层面来说 我们就先说经济层面 在经济层面来说 王安市变法的本质 就是中央政府向民间肆无忌惮地去抢钱 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要先从王安石的一首诗歌谈起 王安石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都很熟悉 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这首诗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都很清楚 那尤其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那这什么意思呢 通常这首诗当然会被理解为是一个乡愁的诗 那我们也今天我们在引用这首诗的时候 我们也会这样去引用它 对明月何时照我还 那我们要问的是说 那王安石要还 要还到哪里 要回到哪里去 是回到家乡吗 不是回到他的帝都 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 就是汴梁 也就是今天的开封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王安石在1074年呢 当时在汴梁中央政府承担变法的工作 结果呢 做了一年多时间 就因为内部的政治压力 各种反对声音 就被迫先离开中央政府 到南京去任职 任职了一年左右 然后呢 结果呢 重新启用 回到首都去变法 这个时间已经有是一年了 所以王安石才会说 春风又绿江南岸 说明他当年来的时候 已经绿过一次 现在又绿江南岸 对不对 那此时此刻 就是1075年呢 他从这个瓜州渡口 往回开封 我们如果懂得中国的地理的话 就知道这个南京在长江的南边 在镇江那边有一个渡口 就是今天所谓叫京口 就是今天的镇江 那过船以后呢 就到了对面的瓜州 这个基本上 过了瓜州以后呢 就沿着这个运河 从这个扬州的运河 一直坐着船 就回到开封 这是古代人的这个 主要的商旅和这个交通路线 是坐船为主的 他就说中山只革树重山 说明什么 中山是什么山呢 就是中山陵的中山 就是孙中山所埋葬那个中山陵 他的原名叫中山 那时候当时还没有中山陵 那这个 他就抬头看着一轮明月 说明他是晚上行船嘛 一轮明月照着我 明月何时照我还嘛 他说我就是要重返开封的政治舞台 我就要回去推行我的新政了 这就是王安石的本意 不是简单的相仇 那王安石的变法 我们现在开始讲王安石的变法 这个 当然我们用王安石变法 这五个字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二十世纪的概念 是非常当代的概念 在古代的时候 不会用王安石变法这个词 那他说的是 北宋的最后五十年左右时间 在西宁年间 也就是当时宋神宗时期 展开的一个叫新政运动 所以这个词在古代 通常被称为叫做西宁变法 或者叫西宁新政 叫这个概念 那王安石这个版本的 这个变法运动呢 其实是 也是改革运动 但是当时是改革而不开放 跟这个中国1970年以后呢 改革开放是不一样的地方 是当时王安石变法是纯内部变法 因为他开放的话 他开放什么呢 开放这个跟辽吗 跟西夏吗 是没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是内部改革运动 那这个改革运动呢 对于现在的评论者来说 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来说 都比较持的是肯定态度 认为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他们当然也不隐晦说变法 其实也有部分失败的 同时把王安石变法理解为是这个 跟这个商鞅变法一样 在中国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变革 这是我们现在一般的 中国教科书当中的普遍看法 大致上会极点 他们是认为变法改变了 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 达到了复国强兵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 王安石变法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复国 一个是强兵 复国复的是哪个谁的国 是这个北宋国吗 还是北宋的中央政府 结论是他负的是北宋的中央政府 北宋民间不但没有负 反而非常贫瘠 强兵达到了吗 过了50年 北宋被金打败了 南宋又被蒙古打败了 所以可见就是北宋 并没有达到强兵的效果 第二点他说 中国的教科书会说 王安石变法会导致了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说得很对 他说国家透过什么清苗钱 免疫宽胜钱 世易西钱 就是整一些古代名词 以后我们展开解释 他说这些新的财政项目 让国库充裕 他说宋神中年间 国库的积蓄 可以供朝廷20年的财政支出 说得非常正确 这个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 就是让国家政府 增加财政收入 让政府变得有钱 但结果就是民间没钱 他说第三个目的是说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 说得也非常正确 可是我们怎么评价他 就是新法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打击豪强地主 打击地方势力 让权力集中在州央政府 就是强干弱支 让地方没有实力 让权力全部集中在州央政府 如果我们换成今天中国的政治术语 就会说变法的目的是什么 让中南海变得非常有钱 非常有势力 让地方没有任何反抗势力 让地方的省级政府没有任何势力 让民间没有任何的反抗势力 这是大致变法的一个目的 所以中国的官方就说 比如说我们举例讲 为什么他说很好 他说因为方田军税法 抑制了官僚跟豪生大地主的 隐匿良田偷税漏税的行为 示意法让那些大商人 独占的商业利润 一部分回归国家 这是他们的说得非常对 但是他的评价是错的 他说打击了大商人 对市场垄断跟操纵 为什么大商人 对市场的垄断跟操纵 是不对的 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垄断跟操纵 就是对的呢 这个根本是错误的解释 所以他说呈现了百年 不曾有的繁荣景象 那这就是夸张了 这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个说法 也是我们大部分使用 汉字的听众跟读者 对于王安石变法 跟王安石改革的一个普遍观点 那是真相吗 我们一一解读 我们先解释的是 为什么王安石要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时间是1069年 这时候距离这个北宋国的建国 已经隔了109年 距离他王国呢 还有58年 也就是说王安石的变法 恰恰是在北宋 已经度过了他三分之二的时间 累积了一些 这个国家治理当中的问题 那这个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在政治上 就是地方豪强势力开始崛起 中央政府开始失控 早期的时候呢 北宋是采用非常多的政策 让权力全部集中中央 可是过了100年 中央无法持续的集权 所以地方产生很多新的势力 那中央政府认为有威胁 第二点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政府没钱了 在王安石改革的前几年的时候 他们算账 说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 完全没有办法 从他们所收的赋税当中去承担 根本没钱运作了 那我们知道在今天在美国 如果中央政府没钱的话 很简单就关门啊 对不对 就不运作啊 在台湾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议会卡住政府的预算 那政府就少做事情嘛 对不对 可是在传统的中国形政治当中 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不能允许的 所以中央政府一定要透过改革机制 来拿到的钱 所以王安石改革当中 最重要的是经济改革 那为什么中央政府没钱了呢 是因为北宋的官僚体系非常庞大 我们可以简单说 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比较来说 从唐到宋到元到明到清 哪一个政府的 哪一个国家的官僚体系最庞大 答案是宋 我们以他的人口来比来算是最庞大 官僚庞大 当然去支出有多 所以最后你的赋税 就无法支撑你的财政支出 同时社会也发生一些民变 所以这就是王安石变革的一个大背景 核心是中央政府没钱 无法运作 所以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中央政府增加收入 其次才是强兵 就是复国跟强兵 主要是复国 其次才是强兵 当然也有些其他方面的改革 所以王安石呢 他的第一招就是什么呢 就是采用一个设置一个机构 叫做三司条例司的机构 来去做这样一个改革 那么三司条例司翻译成现代的话 就是财政税收计划委员会 或者财政税收小组 那么这个名誉组长就是宋神宗 那实际组长就是王安石 这个情况很像习近平在刚刚这个2012年执政以后啊 他自己就是这个设置了很多小组 有一个叫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他也亲自去担任小组的组长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透过这个小组呢 就把原来的这个政府的机构 本来各司七职的机构的权力给架空 变相剥夺 好那改革一定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所以王安石也是先设置一个叫三司条例司 原来的机构叫三司 有三个司 现在他设一个三司之上的条例司 就是一个计划这个财政税收改革委员会 那财政税收改革委员会我们知道 说一般来说如果政府没钱 最粗暴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加税嘛 对不对 加税把税率提高 然后呢这个政府就有钱了 但是王安石呢 他不是这样做的 王安石的商业思想或者经济思想 其实是还非常的现代的一个思想 所以那个黄仁玉就非常赞同 王安石的商业改革 认为他很厉害 黄仁玉很感慨说 哎呀 王安石的改革啊 真的是如果放到现代是非常棒的 可是呢 他是活在这个公元这个十一世纪的北宋 那个时候呢 各种其他的条件还不支持 所以他不能成功 这是黄仁玉的观点 因为这个王安石他说 他的核心概念叫 不加付而国用足 不加付就是不直接加税 而国用足而我们政府有钱 这是他的目的 就是他用金融手段来增加国库的收入 那么王安石的金融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所谓的轻描法 或者是免疫法 就是他用各种在各个领域 就是去找钱 这些方式都不是直接加税 都不是直接加付税 但是都是变相的一种金融手段 用金融手段方式把这个财富转移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 因此我觉得这样一个做法呢 其实黄仁玉的赞赏 包括梁启超的赞赏 梁启超在这个 在晚清跟民初时候 也认为是说王安石的改革呢 是类似于是做一个官办的银行 官办银行来处理国家的这个经济事务跟商业事务 可是呢 他们没有意识到说 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下 在这样一个非常集权的权力体系下 非常专权的体系下 其实他的目的反而是真正对商业 对经济产生了一个剥夺 产生一个扼杀 那这个金融手段的目的 其实跟现在的中国采用各种金融手段 然后把这个财富呢 集中到了某些人或某些机构 或中央政府的手中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那这就是王安石的这个变法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结论 我们一会儿会展开 就是说王安石到底是怎么变法的 所以到这里面 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 我们在一会儿之后 我们去讲那些各种法的内容 然后看他们是如何 采用这个非常巧取豪夺的方式 把本来是民间的财富 收归到政府的手里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本质 也是王安石变法所需要达到的结果 这里是《这样看中国》的复杂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由学者专家们多面向地解读中国 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回到了央广的《这样看中国》的复杂时间 今天我们继续讲王安石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到底推出哪些政策 然后对整个北宋国家的经济造成哪些伤害 那我们要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叫清苗法 我想可能在学这个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呢 都听过王安石改革当作清苗法 清苗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每年的这个春夏两个季节的耕种的之前呢 有一些农民是没有钱去买这个清苗去耕种的 那因此呢他们就要去干嘛呢 就去借贷 原来的借贷呢是由什么呢 是由这个由正常市场运作的时候呢 他就是找到一些有些富豪啊 有些专门来负责这个部分的一些商家来负责借贷 那等到秋天成熟以后呢 他再把这个借贷的钱呢 再还给原来的这个初代人 同时呢也要支付一些利息 这就是原来的市场正常运作的一个情况 那么王安石呢就把这个眼光描向了这个清苗法 他认为说 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个钱是会被那些所谓的大地主 就给赚走了 而不是我们政府来赚呢 这因为我们政府赚才对啊 所以而且我们一年要两次耕种 春天耕种 秋天收割 或夏秋耕种 次年春天收割 两次耕种 两次清苗的这个收益都可以拿到嘛 因此呢 他就推行出一个政策 就是要要求这个百姓呢 耕种的百姓呢 要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去借钱 然后呢 不可以跟民间借钱 这是王安石的清苗法的本意 那他的名义是补助工作 说我要补助农民工作 因为我政府借钱啊 对不对 可是呢 到了收成时候呢 你借的钱呢 你要还我政府利息 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半点时间 利息是多少呢 是20% 这就是清苗法的这个核心的意思 假如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一个农民跟政府借了一千块钱 那到了秋天 我们就要还给政府一千两百块钱 这就是北宋时期的借钱 实际是被借钱 你就必须借钱 因为王安石规定说 你必须向我政府部门去借钱 去购买清苗 你不借还不行 逼着你借 所以这个清苗法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被清苗法 当然我们知道被清苗法 被借钱这个词汇 都是来自于现代中国当代的一些政治 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被迫的 表面上是你是资源 实际上你是被迫的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就是这个你看王安石 同时代的像司马光和欧阳修 他们上了非常多的奏折 或者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来批评王安石变法 他说我们看结果 他说我们看结果是什么 你的利息不是20% 是很多地方达到40% 然后还有的地方达到80% 非常极端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那么显然这是官僚体系运作的结果 政府规定是20% 可事实上在执行的时候 到了各地之后呢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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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就会发生变形 就会出现40%的情况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个如果你的利息已经到了40%的话 对一个农民的负担有多大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王安石这个改革呢 被黄仁宇所认为的是 一种非常现代的一种金融始建 或者梁启超认为的是 非常好的官办的券业银行 的结果 其实是政府向人民去抢钱 那本来这个钱 是由民间自行的运作的 是由正常的市场运作下 是由民间的这个金融业者 他们来去安排的 那民间的金融业者 会不会出现诈欺行为 会不会出现放高利贷呢 我相信会一定有的 那民间有没有解决之道呢 有的也可以有解决 可是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是政府呢就把民间金融行业的收入 给剥夺掉 变成了自己的收入 这就是这个王安石 强制性的要求农户购买青苗法 从而增加中央收入的办法 那更可恶的是什么呢 更可恶的是政府呢 不但要实要钱还要明 什么明呢 我们看到王安石当时怎么说的 他说你们这些民间金融业者 也就是大豪强地主猎身 被称为豪强地主猎身 说什么 说他们是兼并之家 说他们兼并土地 放贷取利 亲于戏民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大地主 放高利贷 剥削农民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说 大资本家 七大员工 是一个道理 王安石呢 而且还搬出 搬出这个古书 说这个 我的这个做法呢 是来自于周礼 周朝的礼仪 说周公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这不是放高利贷 这叫理财 这是出于义 可是那些土豪裂身 他们就是放高利贷 就是榨取 那叫利 所以王安石是非常典型的 这个双重的标准 那么他在一篇文章 叫达曾公立书当中 就对他收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就是这样辩解的 他说正是所以理财 理财乃所谓义也 所以苏氏就很生气 苏氏说你这个简直是双重标准 为什么你政府收钱 就叫做义 那民间收钱就叫做利呢 所以呢 苏氏就给宋神宗 这个改革小组的组长 名誉组长 上书说什么呢 他说清苗有百分之二十利息 这不是放高利贷吗 他说天下以为是利 陛下您却以为是义 天下以为是贪婪 您却以为是清廉 他原话是说 今天下以为利 陛下以为义 天下以为贪 陛下以为连 这是原话 所以可见在当时 这个政府不但要实 而且还要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生气 跟讨厌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 另外一个改革叫市义法 它改革有很多名义 我们简单讲两个 市义法就是市场交易法 它在1072年的时候 它整个在开封市 设立了一个 类似于市场交易所 这样一个机构 来管理整个开封的 所有的商业跟市场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类似于 像现在中国的 这样一个国资企业 来掌管某些行业 某些领域的概念 或者是说 像新加坡 这个政府 有淡马锡公司 可是淡马锡公司 是非常 是国有公司 是非常有很多控制 很多这个规范的一个公司 但是在北宋时期 所设立的这种市义法 市场交易所 这么一个机构 我觉得 我们从史料当中看 这完全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政府出资 所设立的一个国有的公司 来掌控什么呢 掌控整个开封市的批发业 零售业跟金融业的贷款 他说目的也是一样 要避免大商人操纵市场 但实际上来说呢 他就是把商人的利益 加以收割 变成我政府的收入 这是他的本意 那么这个市场交易法呢 也要求 所有开封市的这个商人 必须向政府去借钱借贷 然后每年呢 也必须交利息20%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在实际的执行当中 这个利息可能也 远远超过20% 这个交易法实行之后呢 他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最后呢 就把这个市场交易所呢 向全国推广 推广到了北宋国家的 21个城市和边境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全国行为 由开封市的试点成功以后呢 就变成一个全国式的 全国性的行为 然后他又把这个机构呢 就是这个升格了 升格成什么呢 升格成一个叫做 都提举市一司 都提举的意思就是 设在首都的总管理公司 开封市总公司 地方是封公司 可见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资产 这个商业机构呢 他们原来是设在北京的 现在呢 发现很好 于是呢 整个中国的各个省 各个市 各个县 都设置一层一层的分公司 把地方的市场 也纳入他的所谓的管理 纳入管理 其实目的就是 把地方市场的 本来由商人 所进行的一些 这个交易 纳入到政府的行为当中 变成中央政府的收入 所以你看 他垄断哪些东西 他当时要求 要求什么 就是说 你在地方市场当中 所有的商人 到了这个城市去交易 你首先必须 到这个机构 去登记 然后把你交易的物品呢 卖给这个机构 然后由这个机构呢 再去转卖给其他的一些 这个商人 你看这是垄断哦 这是垄断哦 所以他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垄断了价格 垄断了货源 垄断了批发 垄断了零售 所以当初那个知识分子 就批评这个政策 他说什么呢 他说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卖书谱则书谱贵 卖芝麻则芝麻贵 好 书谱是什么呢 就是梳子 芝麻就是我们使用的芝麻 结果连民生用品 像梳子跟芝麻这种东西 他都要垄断 他都要管 他管的不是说 什么石油啊 这个开采的铜矿啊 铁矿啊 盐啊 这种比较重要的 这个军事物资 或者是比较高层级的一些物资 他连底层 一般民间生活用品 他都管 所以这个政府是完全垄断商业 这也是我对北宋的这个经济 批评最多的地方 北宋这个国家的本质上 就是承袭了汉帝国时期 严铁论的政策 就一切都国家所管 一切都是计划经济 他不相信民间的行为 那么有人研究说 这个市场交易所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说宋神忠死后 他们统计当时商人所欠的这个市场交易的钱 不就是要跟政府借钱吗 借钱还要交利息吗 他说利息呢 就达到了921万贯 因为宋代的钱是以贯为计算的 921万贯 他说以开封府为例 他在免除了商人所欠的这个市场的利息钱 还要罚金 因为你欠利息还要罚钱 之后呢 他说还有27155户的人家 欠了这个市场交易所的本钱是237万贯 其中小姓 就是门第非常低位的小户人家 小商人 有27093户 欠了呢 83万贯钱 然后呢 欠200万贯以下的户是 25353户 他们欠了46万贯 好 这个数字 我们大家可以不理会他 他整个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样一个市场交易的机构 对于小商户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像今天的中国 比如说在疫情的情况下 真正的影响 其实不是那种大商家 因为大商家 他们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政府关系 他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拿到银行贷款 可是小商家是完全没有办法 所以这样一个 那个王安石所推行的市场交易 市场交易的法的概念 真正对北宋的市场经济 是造成非常大的扼杀的 那因此我也可以下个结论是说 王安石的变法呢 在经济上是失败的 他虽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 可是呢 他也同样 把民间的这个经济 加以收割 让经济不再活络 变得窒息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说 中央政府收入 就意味着生活在开封的官僚体系 有非常多的收入 然后他们的大肆的消费刺激 带动了开封 看起来很繁华 服务于这批寄生的官僚的 各行各业的生意 也都非常好 我们看到宋代的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宫廷画家的画作 似乎觉得开封非常繁华 宋代的商业经济非常的厉害 或者是像东京孟华路 这样的一些 南逃到了杭州的士大夫 那种回忆路 几乎是难科一梦了 他们觉得当年东京太繁华了 我们都从这种资料当中 得出一个结论是说 北宋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 非常好 可是那是一个官方垄断的经济 在开封这种地方 造成一个激情的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全貌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北京和上海 看到非常的高楼林立 灯光闪烁 很有钱 它可以持续吗 是不可以持续的 因为当政府把手伸入市场 垄断市场 打发这种民间的市场的 自由秩序的时候 我觉得其结果就必然造成了 50年以后 所谓的靖康支持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 即便没有辽国跟西夏 这样的外部压力 北宋这样一种 国家的垄断经济 国家实施的这种计划经济 它自然演化之下 也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就会出现像1949年的中国 在公私合营 在三反五反 就是反商业反资产阶级 在这样的政策出现以后 在大跃进跟人民公社 就是强行推行计划经济之后 结果必然是经济凋敝 这就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赵我还 必然的一个结果 所以王安石的这种 激进的左派的政策呢 最后呢 在当时 他就被这个司马光跟欧阳修 跟苏氏保守派 不断的抨击 最后实际上 也是失败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觉得 我们必须在从经济层面上来理解 王安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改革 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 在那个古代时期 我们不能够拿现代标准要求古人 我们也必须说 王安石的改革里面 有些政策 还是有它的实际的意义 可整体来说 王安石的经济政策 其实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个王安石变法的 一个一部分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的时间 就到此结束 我们后面会分享 王安石的变法 所引发的宋代的一个著名的党争 党争文化 其实是这个汉人化一个特质 所以在宋代就非常非常明显 这种党争跟今天议会政治的 那种左右两党的政治之政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我们其实在下一讲当中 会想跟大家分享 传统的汉人化当中的党争 那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写信 邮寄到北安路的55号 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给我们 那我们的邮箱是202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